腾讯体育8月18日选中超第19轮的比赛在周末全面打响,一场两局以防守反击为主题,的球队之间的比赛中,天津泰达坐镇主场1比1,占平了江苏苏宁。 比赛中苏宁的埃德尔以及泰达的郭浩先后为各自的球队取得进球,比赛结束后现场记者也在第一时间采访到了进球的功臣,埃德尔是夏季转会窗口刚刚从一甲的豪门国际米兰转会来到江苏苏宁的。 由于苏宁本赛季出引进的前赛尔雷亚联赛最佳射手伯阿基耶,在中超的表现相当一般,因此苏宁的球迷普遍对埃德尔的到来抱有了较高的期待。 在雨太大的这场比赛中,埃德尔也在上半场,接到了高天一的朱宁为苏宁打入了首开记录的一球。 当被要求谈与谈对自己本场进球的感受时,埃德尔表示,我还是很开心能通过我的进球为球队带来分数。 对我来说,我的体能状况也是在一场离场地变好。 来到中国后,我也在对比赛做着适应,不光是在球场上,球场爱我的朋友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后面的时间里,我会继续用我的努力来帮助球队。 苏宁本场对阵容进行了一定的轮换,包括外援前锋博阿基耶,都没有进入到比赛的首发。 而无锡,谢鹏飞等主力球员,也是在下半场才被换上场的。 那么这样的换前调整,是不是奥拉罗友的一种战术? 或者说是根据场上形式,释放出的一种要在最后时刻,争取三分的信号呢? 埃德尔对此表示,我们之前的比赛非常多,大概三天前我们刚刚踢过一场比赛,之前我们也已经连续踢了大概九场比赛。 对此教练应该是让那些主力球员先休息吧,我们取胜的欲望一直是有,也保持到了最后。 我们要用后面的时间继续训练,找到上半场那种侵略性的感觉。 郭浩是前进太打本赛季中场后摇位置的重要棋子。 作为一个主要以防守健常的球员,郭浩能够参与到进攻中的机会并不算多,因此本场能够打入一球。 郭浩本人也是感到比较激动,赛后在被问到对于自己进球的看法时。 郭浩表示,我觉得这也是对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奖赏吧,因为以前毕竟防守任务比较重一些,然后今天提4141的中前场,也是进攻机会能多一点。 郭浩的进球来源于惠家康左路的一次精彩过人突破后的传中。 当被要求点评,一下这个进球中对有惠家康的表现时,郭浩启笑一眼看,说道, 对,因为这个球几乎就是我跑到那随便踢一下就能进了。 看来对于自己的进球,郭浩还是很谦虚,但认为主要功劳,都应该记在惠家康头上。 这也从侧面体现,除了泰达目前的一种对内气氛的团结,泰达本场缺少了白热锋和乔纳森等此前几场先发出场的主力。 但面对进攻颇有特点的苏宁,他们仍然有优异的表现拿下一番。 对此,郭浩表示,这场比赛我们根据对手的情况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我们在球场上也完成的比较好。 你也看到了,他们的大排外人我们也做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最后记着提问郭浩赛前是否没有想过要放弃本场比赛。 郭浩依然决然说道,肯定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中超的基本是一场一场听出来的,我们也想尽力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GN的脸则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